黃旗舉起準備 如願意賞 最後才有這隻綠色寶 芙蓉之寶 攝入內蘭 尾椅 黃帽 那隻是醒目精靈 最後的馬匹暫時是香港神駒 直到差不多了 前面江輝出擊 帶著讚賞 進來三搭外面還有這隻有型格 內蘭有輝廠 中間強風進馬追 再在馬匹後面還有雷神 積多福亦都在騎緊 近邊醒目精靈 一路塞住 沒有位置 海南一號亦都沒有位置 鬥到最後二百米 有型格佔先 外面就是這隻積多福 一路追緊 中間位置還有強風進馬 最後一百米 有型格拋離 兩個新米都贏這場賽事 跑第二名就是這隻積多福 第三名歡樂時光 第四名是輝廠 結果這場賽事這隻有型格 放在前面走 入彎三搭 但是一入正直路 乘住內蕩 罰力 結果貼了籃籃 讓籃籃走上來贏 即多福追第二 歡樂時光第三 輝廠第四 蘇寶羅馬房 贏三場 潘頓亦都起回媽媽 有型格 33元 巨額過關得手 即多福第二 歡樂時光第三 輝廠第四 來自行格 有三碟都沒問題 很厲害 真的有型格 對呀 你看他上一次十二檔 快步速回來了 重磅呢 很誇張啊 蔡無羅 對呀 當日更快 即多福 這球也不一樣,叫刺熱門,3.3倍 這條Q只有4.9倍,但我想還是加大歡喜,回答莫雷拉那一種 最後,回答媽媽潘頓 哇,真是 兩場都是鬥下莫雷拉 冷冷的,那隻輝廠,真的闖進來第四 另外,那隻歡樂時光,後來也回答了些票,9.4倍是第三 看看那個四連環會如何,四龍彩會如何 三六一隊就叫做熱門 但就有兩隻叫做半籃 接下來的賽事在年初三,那些四重彩的朋友又 又是黑馬精彥卡去做膽 對,跟夏魯根先拿了莫雷拉,然後再拖一堆 好像打得很艱辛,潘頓 很辛苦,這次才能贏兩場 但這隻很厲害,這隻很厲害 你看看直路,潘頓多優勢 還有一點輕鬆 因為他出頭後,真的看人 厲害,很厲害 對,看一看直路,他沒有輕鬆 我還記得初初來的時候,看外國影片 看外國影片 哇,腳出得錯了,亂了龍 都回來贏了兩個馬位 外地,很厲害 然後初初來香港,轉個彎很輪盡 又是出錯腳 現在,進步到真的不同了 這次都沿途,三疊網空走 他都要 八檔起步,有型格 起步都很積極 哇,不停踩 不過沒辦法,裡面光輝出擊和讚賞頂住 其實相反,積多幅就好 然後就縮在右型格後面,他又有Cover 十二檔能夠有遮擋三疊都已經 真的算是這樣的 因為有型格也賣不到 有型格也賣不到 一路三疊自己看不走 對啊 那兩隻都很厲害 直路上面 這邊,有些塞車的 大家可以看看意外 看到海南1號 醒目精靈 那些全部都拉了個終點 裡面完全沒有位了 海南1號 海南1號叫這裡 開一點點位 但林終點之前 又查得很厲害 你看看 哇 現在隊友再查 兩隻馬都欠那個位 對啊 好啦,福榜原北派採作實 跑第一名 六號有型格 導營派33.5 位置派14.5 跑第二名 三號積多福 位置派14.5 跑第三名 一號歡樂時光 位置派24.5 燃營位三答六派49.5 新門彩六號三號 一號派551 當地